今天做一个嘎嘣脆的小米锅吧 今天学一个嘎嘣脆的小米锅吧 小米淘洗干净 小米淘洗干净 倒地蒸饭锅 蒸15分钟左右 倒进蒸饭锅 蒸15分钟左右 蒸好出锅 蒸好出锅 加一点盐 五香粉 小苏打 加一点盐 五香粉 小苏打 打两个鸡蛋 加一点面粉 揉成一个面团 打两个鸡蛋 加一点面粉 揉成一个面团 擀成薄片 越薄越好 擀成薄片 越薄越好 切成小块 用叉子扎眼 切成小块 用叉子扎眼 油温六成下锅炸 撒至两面金黄 出锅 油温六成下锅炸 炸至两面金黄 出锅 撒椒盐 撒辣椒面 拌匀 没有椒盐撒子然 撒辣椒面 拌匀 请大家参考 嘎嘣脆 请大家品尝 我先尝一尝 脆得很 我先尝一尝 我先尝一尝